全球对女性最危险的十个国家 女性毫无尊严成 男性发泄的奴隶只能排第二 第一每小时发生四起强奸案 平均每天86名女性被强奸 而美国则是成为了唯一上榜的发达国家 女性一直以来都是社会重点关注的群体 而女性的健康安全也是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 那么去世界各地旅游的话 有些对女性很危险的国家是不能一个人去的 日前英国汤森路透基金会发布 2024对女性最危险的十个国家说明 本次汤森路透基金会评价 全球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的标准设计 女性的保障制度 经济资源 传统习俗 性暴力及性侵 人口贩卖等等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并且科普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壁垒 十美国 这些国家其实大多数都来自亚洲和非洲 但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排在第十位的美国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强国 为何却是女性最不安全的发达国家呢 其实主要是复杂组成下的素质的参差不齐 以及开放包容环境下的一些隐藏因素 这是由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弊端所决定的 先说复杂组成 美国是一个包容性较强的国家 国家由全世界各地的人组成 里面不乏超级精英 但还有一些偷渡的人 有人为了来到美国发展 绞尽脑汁的想办法 脱关系等 最常见的还是偷渡 那么这类人群在美国可混得不好 大多数住在贫民窟内 享受着幻想中的美国生活 他们的文化 教育程度较低 就连简单的吃穿住都成问题 也会出现心理 生理方面的空缺 也就造成犯罪率较大 这些人的传统行为习惯和思想并不一样 举个例子 有美国统计学者做过实验 为女性走在大街上 她将记录会有多少人过来搭讪 然而短短一小时里 就有数十位男性过来所谓的搭讪 其中大多数都是语言骚扰 甚至出现肢体动作 而搭讪的理由千奇百怪 含蓄点就是约会交个朋友 而直接点的 竟是开家问你赔税多少钱 然后就是开放环境下的一些危险因素 美国的法律既有宽松散漫 又有过于严厉 这里举个例子 美国每年都有很多起枪击案 合法持枪确实能保证公民的利益 但它背后的危险因素 也让这里成为不安全的原因之一 09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属于风险高的国家 抢劫 盗窃时间时有发生 在人口贩卖问题上 尼日利亚和俄罗斯并列第四 在女性面临的传统习惯 所带来的风险方面 该报告排名第九 根据吕友真实描述 如果你正在考虑前往尼日利亚 那么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尼日利亚的效率极低 每个环节的工作人员 都可能向你索要好处 让人感到不适 此外 女生在尼日利亚 可能会受到骚扰 尤其是在机场等公共场所 虽然持枪警察会 拦车检查 但这也可能让你感到一定的压力 还有性病在这个国家泛滥 举个例子 在尼日利亚拉各司市的一个街区 因为贫困 导致许多家庭的女孩们 过早地走向社会 但是他们所能做的事情 多数是新工作 这里的性交易 并没有被很好的管理和控制 女孩们大多被黑帮和皮条客所控制 因为生活条件的艰辛 女孩们从视性交易时 从不用任何的保护措施 从而导致很多女孩怀孕 更让人惊讶的是 由于没有保护措施 从视性工作的女孩 有25%都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即便如此 女孩们拿到手的钱依然很少 大多被控制她们的黑帮和皮条客拿走 她们接客的环境 其简陋和脏乱 大多是在临时搭建起来的木板房里 面对家庭和生活的困境 还有自身文化等因素的限制 即便她们不愿意 也不得不继续从事这个工作 08.野门 中东国家是一个男权社会 女性会受到各种歧视 包括负面的刻板印象 经济不平等和歧视性法律制度 野门女性享受不了应有的文化 社会和经济权利 也不能充分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 妇女也是歧视性法律的受害者 例如女孩早婚 女性未经丈夫许可 禁止离开家等 由于早婚和其他形式的歧视 女孩入学率也明显低于男孩 同时因为内战的影响 野门的首都落入了叛乱者的控制中 与此同时 野门政府和保安部队也被指控贪污腐败 据报道 在野门内战中已有近一万人死亡 对此 美国国务院警告了任何想要拜访野门的人士 声明指出 野门的冲突和恐怖活动的风险 有着增加的趋势 禁止任何人进入野门国境 07 刚果 世界强奸之都 光看这个标题就已够吓人了 说的是非洲的刚果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小国 其实不然 它人口并不少 去年已经超过一个亿 令人惊讶的是 它有254个部族 该新消息称 在刚果小到8岁 大到甚至80岁高龄 被强健的妇女儿童可能高达80% 有的还不止一次 如此一个性犯罪率这么高的国家实在是恐怖啊 还有女人敢去刚果旅游的吗 同时 因为贫穿和人口众多 刚果的社会治安比较乱 而且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特别多 为了食物和水让女性面对了更多的暴力 06 巴基斯坦和印度很相似 因为社会并没有给她们工作的权利 女性就业比例大概在25% 大部分女人就算是高学历 毕业后也基本回归相夫教子 她们宁愿自我欺骗 也不离开丈夫 实则是离不开经济支撑 巴基斯坦女性的惨 就连上层女性也逃不过 去年巴基斯坦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大案 前外交官之女因拒绝男友求婚 被其强奸并斩首 男方父母甚至也参与其中 巴基斯坦的男总理还在去年说过 国家近期强奸案盛行 是因为女性穿得太少 男性不是机器人 当然会被影响 巴基斯坦国民中97%的人口都是穆斯林 婚姻习俗自然要受到伊斯兰教法的影响 但众多奇葩婚俗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现实因素 首先体现在即使弊端众多 父母却不愿违约地同亲这一问题上 05沙特阿拉伯 这个国家夫的流友 却不允许男女接触 女性私自接触异性会被处死 由于传统教义的原因 沙特阿拉伯女性地位很低下 女性遭到了工作和财产权方面的歧视 其中妨碍女性获得平等权利的一个关键 就是所谓的监护权 每位女性都受到男性监护人的监护 没有允许就不能拿护照 不能旅行 有时甚至不能工作 在电影《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中 讲述了19岁的公主索拉雅 因为何人私奔而被处以石形的故事 这种石形不是用大石头一下砸死 而是用这样的小石子一点点地将人折磨死 总结一句就是 沙特阿拉伯女性几乎是没有人权的 哪怕你是外国女性过去 本国的男性因为长期思想原因 也不会对你很友好 04索马里 海盗之国索马里基本长期生活在战乱之中 各种爆炸袭击屈见不鲜 对于一个动乱的国家中的女性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漫长的悲剧 袭击国际船只索取赎金 只是索马里反政府军的收入一种 而绑架妇女进行国际人口贩卖 则是另外一种来钱快的选择 更别提债乱中掳掠妇女的行为 当然 索马里妇女幸运的是 随着内战高潮过去 这些危险都逐渐成为小概率事件 但也仅仅如此 同时在索马里 女性也会割离 受礼的女性会被带到专门失礼的房间 在索马里往往就是远离人群的独立房间 在这里 女性会躺在木板上 双手双脚被捆绑起来 因为接下来残割生殖器的手术 是没有麻药可用的 这是一场痛苦的过程 而受礼的女性除了身下的一盆清水 用于清洁 以及口中的木棍 就什么都没了 甚至为了证明勇气 为了能够受到更多男性的欢迎 她们还必须尽量地不要发出声音 而这样的遭遇却几乎是绝大部分索马里女性 必须经历的生涯 03.叙利亚 这里对女性最危险的因素 主要是战争 虽然美国已经撤军了 但叙利亚仍然动荡不安 目前最起码有九股势力被卷入了这场战争 叙利亚整个国家全都陷入战火 战争带来苦难 不堪 成为部分人争权夺利的手段 买单的往往是叙利亚人民 这场战争背后 隐藏着太多不幸 国家不幸 人民不幸 比如女性买卖就是其中的写照 叙利亚女性一个特殊的群体 之所以称之为特殊 是因为叙利亚女性的地位 守家庭 财富 文化背景等影响 并不存在男女平等 守传统习俗 宗教观念束缚 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 妇女始终依附男子 确定了男子的主导地位 相对来说 女性无法接受教育 缺乏机会进入职场 往往只负责养育孩子 料理家务 必要时从事经济活动 即便是21世纪 叙利亚很多女性并不工作 经济上依附丈夫 发言权较低 部分女性有工作 且比较自由 不过占少数 特殊的家庭结构 注定男性占主导地位 男性负责赚钱养家 女性可不能貌美如花 思想 行动方面均有所限制 更让人绝望的是 战争让女性地位更低 甚至出现明码标价 贩卖女性的惨剧 叙利亚一个普通集市场 会有这样一幕 一名年轻的少女 站在人群中央 四周的人对其平头论足 少女眼神中流露出绝望与无助 这一刻 她成为了商品 同样的一幕 在叙利亚全境上演 贩卖人口本就灭绝人性 在这里却成为 习以为常的小事 不禁让人不寒而栗 没有尊严 丧失自由 只能等待命运之神随意处置 02阿富汗 禁止女性公众场合说话 出门必须男人陪同 你敢信这发生在21世纪吗 但这确实是阿富汗的现状 阿富汗通过新法律 女性面临灭顶之灾 引发全球震惊和谴责 阿富汗女性长期受压迫 教育 就业 婚姻等权力受限 国籍呼吁改善为国 同时 在阿富汗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普遍存在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估计 87%的阿富汗妇女 遭受过至少一种形式的身体 性或心理暴力 62%遭受过多种形式的虐待 阿富汗妇女的形象 从来都是一袭罩袍 从头到脚遮过岩石 容貌或身材难以辨识 为了走路 她们只能凭借一小块网撞步 看清前方的路 如果道路不平整 或者遇到突发情况 摔跤在所难免 不能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就业 娱乐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 不能听音乐 看电影 也不能去歌厅 美容院等场所放松 在阿富汗 法律上规定 女孩16岁才可以结婚 可曾经一位父亲 就将自己6岁女儿 嫁给55岁男子 只为了换取食物 至今 阿富汗仍然存在同婚的陋习 可以说 女性在这里毫无尊严 而由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 外来女性的一些正常行为 会被认为是异端 不说性安全 只说暴力行为 就会让女性望而却步 01印度 十大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 印度当之无愧成为第一 印度在女性的资源获取 虐女 实行 性奴役 性暴力等方面 被评为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 并且居于榜首 印度是一个对女性极其不友好的国家 据统计 在号称强奸制度的得理 每八个小时 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 而统计范围放到全国 则会变成每小时死期 大家都知道 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也是个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平衡 种族等级制度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 在印度 很多女性的不到尊重 威胁女性健康 安全的事情 常有发生 不说本国女性 只说外国女性 危险指数也是很高 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 西班牙网红在印度遭遇七人轮奸 莫迪怎么处理的呢 赔了一万一千欧元 除此之外 美国女性 韩国女性游客 在印度被强奸的事情 预见不鲜 这样你还敢去吗 总结 愿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能得到保护 坚决抵制一切伤害女性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